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不要緊,總之這次我欠你一個人情 你下次有什麼要幫忙的,儘管開口 好…就這樣,買的,再見 今天是糧尾嗎?這麼多人 是啊 看不看,每個人都很生臉 華哥,對了 什麼事? 下飯店,幫我找兩個位置 你看到了,全部坐滿了 要趕時間,買外賣吧 我們去九龍灣才吃 好,快點… 走… 不如我們上去吃吧 這樣就不用死了 看他們,不叫,吃吧 只叫一杯飲料 現在吃飯時間 這樣真是賭,九老闆買的 根本不來光顧 最主要是找阿朴 問阿朴相機的問題 以前去阿朴做相機店找他 阿朴來了這裡 不如一班人來找他 博哥… 我最近找了一支外賣回來 那天跟女模特兒演夜景 我下腳踏,用了萬閃 也不可以,人也漂亮 但景色就蒙 萬閃並不是萬能 最好再加一條快門線 這樣就安全了 博哥,我看你最近放的照片 真的…那盤很棒 散景蒙得很漂亮 其實沒什麼特別 我只是換了一支 古董東德菜必鏡而已 博哥,你真是我的偶像 簡直是你在神級 神級後面人員,進去洗廁所 我今早已經洗乾淨了 你也挺沒品的 我在這裡跟我的低級員工 在訓示中 是不是要你耍耍? 如果看不習慣 這裡有其他人喝的 現在是你的髒水弄到我 信不信我吃環水去投訴你 韋哥…別在這裡吵 我今晚上網再跟大家聊 我以為你很有吉利 原來也是沒有鬼肉 我不會就這樣算數 走 陳將士 收到了 怎麼這麼客氣 送一四十年的陳年的茅台給我 好,那就去擠三橋吃日本菜 那裡的大廚跟我很熟 他留了黑豚肉給我試試 好,那星期五晚見 來吧 最近這隻黑豚肉真的很熱烈吧 好像有個食家在電視上 大讚這隻鹿兒都是黑豚肉 弄得最近貨言緊張 有錢也買不到 這麼誇張? 有事說帶太太一起吃飯 那你大伯娘又不去香港 不如一起吃吧 好…我去吧 待會我要去看看 石禁當集定的新樓盤 反正你也要去酒樓吃飯 那些酒就放在你那裡 行了,我幫你保管 好酒配好豚肉 真是人間美美 好東西 阿伯 這麼重?怎麼摔不上車? 要摔著腰子,我先躺在這裡 我又怎麼知道 四十包意粉這麼重? 下次我當然知道 你懷命四十包意粉 聽起來也很重,對吧? 先看看 你最近我看到你貼上網的照片 看得出你用了一個不同的鏡頭 我知道是七零年出產的 東德賽B鏡頭 這是好東西 這麼難得讓你找到 我在換物網上跟高手換回來 換物網,不錯 人氣我取,夠錢環保,我喜歡 稍後發個網址給你 好 怎麼這麼反應? 就是那個高手 上次我出去跟他換鏡頭 有時候大家聊了兩句 他知道我有部蘇聯制的古董相機 他現在每天都發訊息給你 問著問著 死都不肯罷休 我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 給我換 那就要看看你用什麼給我換 什麼? 你猜猜他這次用什麼給我換 什麼? 他用程四十年的茅台酒替我換 我要用程酒來幹什麼?拍古裝片 行當 大俠,今晚我們就不醉無歸 姑娘有禮 在下午恭敬不如從命 我老套 按住… 有日本製造的工具 就是在日本 要你買過少許東西 要不要今晚才回來 我們去工作 今天早上吃火藥人 他這個人過了試用期之後 就沒了之前的… 那樣子 我叫他加一番好不好 好 閃房 什麼事? 我要扁意粉 你買了闊麵條給我 你剛才只寫要意粉 在香港可以多買意大利粉 是不是多於一種? 你有什麼本事 可以不聞清楚周圍買的? 那是不是應該寫那個 要寫清楚一點? 都買了,算了吧 他說我買的 邱老闆,有位食環處的 Sir來找你說有事跟你談 你就是這裡負責人 九毛虎先生嗎? 是…Sir,你好,有什麼鬼鬼 我們收到投訴 是來這裡調查一宗 懷疑食物中毒的案件 這些照片就是韋市民提供給我們的 我認得這個東西 他是阿霍的朋友 韋哥 你真的認識他嗎? 總之我們收到投訴 這位先生說在他們朝八晚九 吃了一碟光炒牛河 之後就看到裡面有一隻蟑螂在 然後他回到家裡就安排了一晚 所以決定投訴 Sir,我們冷靜一點 你先看看這張照片吧 是嗎?有疑點的 蟑螂跟他合照的時候 動都不動這麼有默契 不是他養的充物就是他親戚 他們倆還不是串謀詐騙? 總之我們收到投訴就要做事 我也希望你肯跟我們合作 麻煩你找人帶我進廚房看看 對,蘇倫帶阿Sir去看看 好,阿Sir,謝謝,這裡 再見 再見 你這個朋友有多少個電話 嚴格來說他不是我朋友 只不過是很普通的網友 網友,這麼喜歡上網 來找保陣打網球 我已經依足你要求做得最好的 是你自己雞蛋裡面挑骨頭 我來了這裡這麼久 莫說說跟你煮東西 我連爐頭也沒賣過 沒有,你根本是沒心教我 一句說完 你是不是無論如何也不肯教我 煮梅菜扣肉 是 好的 那我在這裡也沒意思,我不做 有事慢慢說 黃叔,寫大字報 招請清潔樓面藍公一枚 九老闆,阿瑟環川 阿Sir看過廚房,你跟他談談 好,九先生 是 我看過你廚房衛生的情況也不錯 這個蟑螂牛河很明顯是誤會 是否誤會呢?我是自然會察 我現在拿了食物羊本回去化驗 有什麼問題,我會再聯絡你 今年大廈的租務也不錯 空子跌了百分之三,挺好 多謝先生 對了,我跟你說過 想辦法終止三樓招八萬九的租約 你跟著怎麼樣? 正在做,石先生 我昨天看到食環處過來查他 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看過租約,我會開始工作 總之我不想見九萬款的人 進來 那我先回樓房做事 阿琛 你不是認識北村以前的大廚 長崎先生嗎? 我跟長崎太太好朋友 那就對了 我想情傷他到我家倒陪 煮一頓日本料理 是否為了陳爵士的飯局 但我聽見你說訂了齋心橋 我打電話過去 才知道他老闆自己要去派對 包場 那我約了陳爵士 現在要改期也改不及了 那真是巧合 長崎先生上個月 回到日本的總店 那我唯有找另一間 不過做黑豚肉有名的都滿了 說起鹿兒島的黑豚肉 我那天聽見八九的九老闆說 他也有門路拿到最好的鹿兒島黑豚肉 是嗎? 尤其是在外面光顧一些不知名的餐廳 倒不如請陳爵士 下來伯狗吃一頓吧 九民虎這份人說話挖離情 又沒禮貌 我不想他得失我的客人 其實九老闆沒什麼 不過每件事都說原則 不如這樣吧,讓我幫你打定 我首先叫他做出一份 當日的菜單讓你先過目,好嗎? 如果他這次做得很好看 勉強將功底過 說什麼? 我們坐下十分鐘都不夠 已經跌破三個杯子了 這個應該是新人 你很熟悉這裡嗎? 我不熟悉這裡的 不過朋友在這裡上班 我就來試試看 那些東西挺好吃的 那些咖啡也不錯的 但是這裡好像沒有一個人融融 你看,坐了這麼久 那些杯碟也沒人收 我保你大,不要倒閉了… 我老老實實告訴你 我們這裡開八點 你每天六點半就回來這裡 洗乾淨的廁所 煮好好的湯 那…要怎麼下場? 不是吧?你還打斬 和人家說下場 你聽著 大廚一離開 你就準備晚餐的東西 還有,你見什麼就做什麼 現在進去馬上給我批薯仔吧 去吧… 走了才知道他好 九老闆,你有封信嗎? 是吧? 葉管處?逐租了 為什麼會這樣? 九老闆,沒事吧? 葉管處竟然相信 雞仔牛可是真有其事 現在給我一封信,提前替我解約 那件事你是被人冤枉的 不用這麼害怕 我想很快就雨過天程了 明姑娘 你說話有份量 不如你幫我寫一封信 和葉管處解釋一下 我是這麼看的 如果給你一個機會 大展身手,煮一頓 讓關鍵的人知道你 原來煮的這麼美味 我想你留在這裡做生意的機會 會大大提高 後天石老闆就要切宴請陳雀時吃飯 但他現在才來訂位 到處都滿了 所以他現在很傷腦筋 但那些爵士不會走進來八九 那倒不是 電視上有一個飲食節目 說到鹿兒島的黑豚肉 不知道多厲害 現在很多人有錢都吃不到 石老闆開口 說要搞一個黑豚肉宴 你知道老派人 說得出要做得到 那我真的有辦法 可以找到鹿兒島的黑豚肉 所以我就自作主張 我說不如請他們下來八九 試試你的手勢 不過這樣,你要寫一張菜單出來 讓他先過目,然後才決定 我這麼考慮明目的事不難 今晚應該想得了 以你的廚藝 幾件豬扒一定難不來 我想機會很大 對了,這程酒四十年了 你先保管 他們用來配黑豚肉 四十年的茅台?很罕見 對,我想那晚他是主角 因為陳雀士四十年前結婚的時候 就收了這些情酒 到今天才拿出來喝 我會好好保管他 更不會讓那隻蟑螂 弄得我倒閉這麼沒面子 沒事的,努力 寫好了菜單,告訴我 知道 好,再見 再見 快點,好痛 好痛 怎麼會是你的?你答應幫我餵貓 我當然記得 這就是你今個月的份量 很重,我打算拿給你 最近好像多了人捐貓糧給我們 真是要多謝你 你現在學會拍照 你又把街貓的照片放上網 他們這麼有趣 令人多捐貓糧 還有,有些人問我們 怎樣可以領養貓 其實要謝謝你才對 在我們餵貓的時候 你教我去拍照 我才會在晚上用光圈 遷就那塊門 才可以捕捉到他們最可愛的 你反而挺有趣的 對著我這麼謙虛 對著其他人這麼兇 那你畢竟又幫我餵貓 又教我去拍照 也算是我半個奴隸,半個師父 所以拍照是本桶水 只要拍照 怎會給你身邊的相機高人 高人還是僱人 好,拍照和看人都一樣 要用心的 那你平時多不多用鼻子嗎 幹嘛 很香,什麼東西 我嗅到你了 我正跟我們八九的秘密武器 荔枝黑團少 那個醬汁是用我自己 自家製的一年荔枝酒來做的 有什麼味道嗎 當然有了 十分鐘,我的話 先吃月餅 好,很棒 怎樣?華叔 老闆 老闆,這次大件事了 新請回來的阿楓出了事 他又打破什麼? 不是,他剛才在廚房 沒有穿防滑鞋,那就滑倒了 慢著,他又沒有流血? 他那個人沒事 不過整個保齡頭就撞了鬼 鬼裡面的白醋、白酒、橄欖油 就像武靈頭巾般掉下來 全部都爛掉了 行了,只要那個人沒事 不要流血 你跟他看完醫生之後 報老公出去吧,再見 九老闆,我還沒說完 明姑娘放在那裡 那一床陳列茅台都打破了 現在整個廚房都走了嗎 謝謝 謝謝 你不想再去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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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有一瓶酒 我也不會捨得拿他出來賣 美姑娘,今天這麼早? 今晚石董事長在這裡請客 我就來看看舊老闆搞得怎麼樣 他出去了,還沒回來 他出去了? 他不是應該在廚房正在準備嗎? 來…回來 對了 你幹什麼? 那一瓶酒我打破了 你說什麼?有錢也買不到的 我會跟石先生、石董事他們解釋的 有什麼好解釋?你真是 我出去了找的 我找了一瓶酒,找不到,不好意思 我看看重寬 找到… 四十年錄台酒,還沒開封 沒花沒假 為什麼會這樣? 阿兒跟我說 我就儘管想換密網看看有沒有 原來上次跟閃霍換的鏡頭 那位高人什麼都儲了一頓 連茅台酒每一年都儲一程 所以閃霍就用了他的絕版蘇聯相機 跟他換回來 多少錢? 不用了,反正上次蟑螂學份的事 都是因為我而起 我只不過做應該做的事 那我走了 話說人家幫了你這麼大忙 開他身後是人也不會死的,是嗎? 他想我欠他一個人情 然後換回工作而已 看起來你們倆都很知道對方的脾性 虎哥,這次的 快點嘗嘗荔枝酒甜醬合不合味 如果行的話,我開始做黑豚肉了 好 正確 雖然合作時間不太長 但他完全知道我要些什麼 不錯 不,其實與我無關的 這些醬是阿朴早兩天教的 因為要等荔枝出味 所以現在才用 那這兩天你上班做了什麼? 其實這個小孩煮東西真的有天分 你只要去洗廁所買意粉 真浪費 魷魚都被人炒好了 沒義務幫你,是嗎? 其實人家一直都當你是偶像 否則,怎會我一出一句話 他就會這麼積極幫你 對,還有,我蘇聯相機最小的 我連有錢也買不回來 追得過,去吧 沒理由,這麼久都不追出來 九老闆,有什麼貴幹? 你以為派翠萬難,奇蹟就會出現了嗎? 仙袍馬 真正 回來 學廚 你說的,說的算了 陳世間有很多東西是用錢買不到的 就像那部蘇聯製的古董相機一樣 真是賣少見少,很珍貴 不過我最想要而又用錢買不到的 就是九老闆那道梅菜購肉的秘方 好,究竟我怎樣才能得到它呢? 在面前已經得意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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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了解 怎麼否落寬心態 可參加半杯水的哲學 便會疼 若失去決於看代杯裝水半杯滿 浪漫字 佢里